第一局我就非常緊張 因為很希望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所以導致自己在發揮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好在第二局里昂發揮的依舊強勢 然後他一直給我有信心 然後後面嘉年也一直給我鼓勵 叫我要跟他們去做對抗 然後好險在第三局的時候 自己一個發長球的戰術算蠻成功 因為在預賽的時候我看兩發長球 我想說我也嘗試一下 那很開心蠻成功的 你來談一下今天兩個人的搭配 其實今天騎琳打蠻好的 可能在第一局我們失誤之後 他其實自己第二局之後 穩住自己的心態 然後把他自己該有的強勢打出來 所以在二三局之後 我們都可以打出我們該有的特色 然後也很感謝各位球迷幫我們支持吧 因為其實現場的加油聲真的很大聲 裡面聲音我們聽轉播也超大聲 真的 非常大聲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第一局打完 第二局其實氣勢有點降下來 那大家的鼓勵就真的是給了我力量 我希望我可以把他頂住 不要復復大家的加油聲 其實爸爸在台灣跟我們說 他明天要聽到 下次要聽到國企歌 你有沒有信心 加油 加油 對 那一場的對手是中國 對 那這組因為排名也比較高 對 所以你們覺得說這組 接下來哪有這個準備 我覺得還是要把自己先準備好 因為畢竟自己還是要有正常的發揮 才有機會跟對手去做對抗 所以我還是會希望自己 因為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所以希望可以先把身體準備好 然後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 跟身體狀態去跟他們做對抗 你要不要談一下接下來的對手 當然就希望說把每一顆都打好 因為畢竟已經進了決賽 那希望說把我們台灣的精神展現出來 讓大家余永榮演吧 所以爸爸也今天專門 飛到巴黎來為你打一下好不好 當下其實我不知道 我是到結束了之後才知道 我知道他有在巴黎 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票 因為他 你如果出場的時候就有看你打 我沒有看我爸 但我想我還先不能跟你說 對 我想說我不要 因為我通常是不太希望 因為我親的時候 我感覺我壓力會更大耶 當然很高興他在現場 因為其實我拍線都是把他拉的 然後就會覺得說 有家人支持的力量就真的很好 連續兩屆闖到金牌站 這麼多粉絲來 有沒有想要對他們說的話 就很開心可以跟他們分享這個鞋 那希望後天我們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 那也希望他們繼續為我們加油 大家是不是會繼續力挺領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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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